老欢迎每日一打回来厕坊的摇曳 你第一个这么说你看我这个双散茉莉丝咋得了 水大缺光脱风产 老欢迎你又没别的词吗 你就看不接地气 很像厕坊说啥叫不接地气 我给你来一个很接地气的方式 就你会发现什么呢 现在很多的花友呢 他的花盆底部老是托盆里边积水 没有新鲜的氧气注入 就会导致什么呢 这个根不长 根系想要生长 氧气必不可吵 氧气是植物最好的生根基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就不接地气闷的 今天呢加强一下光照 浇水你就干湿循环 渴了就喝不渴不喝 咋的呀谁还背个水葫芦 天天给你打点滴似的 往嘴里边蓄根管 天天喝的呀 不把肾喝坏了呀 因为我懂这个事啊 今天怎么办 就加强光照 把花盆里边的那个积水及时倒掉 加强一下通风 该给肥料给肥料 像这么说 倒挂金钟过了夏天就这个样了 倒挂金钟花友们给它起了个名叫下壁死 咋回事呀 夏季高温 它就长得不化晒 它就怕热嘛 我大舅子特怕热 它去了一趟沙哈拉大沙漠 回来以后就蔫了 不就一个道理吗 那夏季高温的时候怎么弄 适当的折扬 你把它当成一个老头花 什么叫老头花 你看那些个夏天的时候 哪凉快 哪里的老大爷最多 对吧 你就去哪里 给这个花放哪里就OK了 夏季高温它长得慢 所以说你盖它这个点就行了 那现在我怎么办呀 现在我给你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 适当的修剪一下 换一个略大一号的花盆 修剪完之后呢 用一些个叶狼一号 给它刺激一下 该用肥料的用肥料 明白了吗 秋宝 夏季高温说 我这个温族根气很发达 该撕肥了 就是不长一 水大 它很耐旱的宝贝 真壮的 你看松柏类的 还有这种温族 还有蓬莱松之类的 它是叫真壮的 它们就什么呢 耐旱能力很强的 明白了吗 喜阳又耐阴 你浇的水偏多 你旁边那个根的都遭老罪了 那话说 我掌握不了 跟人喝水一个道理 渴了就喝 不渴不喝 谁还 你不能动不动就多喝热水 那不妥 不妥 该用肥料的用肥料就行了 好吧 之前给大家讲过文竹 个别的 你怎么养它都养不化塞 是因为品种问题 你要知道我们养20万颗 基本不做筛选就出货了 所以说你要盖它这个点 夏季高温说 这个茉莉花怎么不救啊 一直用药没啥感觉 你看跟前面的不接地气 还有水大缺光通风沙 你样样站齐了 说到前面 你看后边的上杆子就来这种问题 它就是不听 加强一下光照 修剪一下 没有光照 没有光照 你别养这玩意了 没有光照 养点绿罗 养点光业的 不行吗 臭宝 它就是不听 修剪 加强光照 适当的施肥 下个臭宝 这啥情况啊 老花姨 你没有发现你这个花盆 就是我说的 不让用的这种花盆吗 它很闷不透气 像个大蹦子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储存酒啊 腌咸菜啊 泡菜啊 那个坛子跟你这个很像 很像 那种是利于发酵的 密闭储存的 你知道玩意儿 它根系没有氧气 它长个啥 它不长 这个花盆不适合 换一个排水透气的花盆 好吗 臭宝 你看我们的花盆 是不是底部都很排水透气 这就水大了 你看叶子尖都发黑了 知道了吗 就是不点关注 你点个关注 你每天给老花姨 学学的养花很费劲吗 我是老花姨 养花真正义 白了受网